这间火柴黑炮舍的旧式学校 因为面积太小加上资源不足 是区内唯一一间没有小食部的小学 我想有小食部 可以买东西 我要小食部 我想有小食部 因为可以和朋友一起吃东西 校长见学生好幸有小食部 就决定帮他们梦想成真 最近在学校开设了一间非一般的小食部 一月份开始就训练我们的学生 他们怎么做老板或者怎么去卖东西 校方申请了10万元基金资助 筹备这间food truck外形的小食部 由设计布置、资料搜集、食物种类 入科、应运和机章 全部都由学生负责和决定 小食部总共分成三组同学轮流看铺 每组只有600元budget 所以同学入科之前 都要走运区内不同超市格价 他们又要自己决定购买的数量 食物价钱 甚至是计成本和利润 对小学生来说其实是不容易的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筹备 小食部终于在上星期开始试业了 我们都去了探班 我好想吃饭 吃饭 吃饭 校长见到头两天反应很热烈 就将原本10分钟的小食 延长至20分钟 令到更多的学生可以买到心仪的食物 我好喜欢小食 望远一轮小食终于完 熟食卖得七七八八 但是零食的消程就一般了 这几个小店员又有什么感受呢 其实我想象中是最后一天 应该只得一张桌的零食 但是没想到是买了这么多 买少一点 要不然就会好虧 很开心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那我以后去打工又可以 可能如果真的做回这一行的话 可能会做得更加好 老师又觉得怎么样呢 事业他们有三天的 第一天的时候我感觉到他们有少紧张 是因为看到很长龙 于是乎自己又想起 我们现在做不做得次 买不买了所有东西 就很多东西很兼顾 就很担心 于是我们第一天完成后 就跟他们做个菜后检讨 给他们知道自己哪些位置是做得好的 哪些位置有不足的地方 排队的时间是长的 但是今天我真的收到一封信 有个同学发现了这个问题 校长小食服开了 我等了两天 我都没买到食物 那怎么办呢 接着他还写了三个方法给我 建议给我 方法里面有 这个方法有什么好处 这个方法有什么坏处 最后采取哪一个方法会好些 这些就是学习出现 我发现我的小朋友 有时在沟通上面 他都有一点害羞 可否透过这些机会 老师在过程中训练 那个沟通很重要 想训练他的自信多一点